我們今天訊息讓耶穌成為導航系統GPS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什麼叫GPS 如果你還未懂得用GPS 我告訴你你找路很有幫助 不是只是開車的,GPS就是開車 你走路都行 當然你已經關掉了街也不用了 譬如你去一個新的地方 你就在Google的地圖寫下你想去哪裡 它就會有少少的步驟 很少的,很簡單 它都會告訴你你在哪個位置 接著你去哪個位置 它就會有一個行路的mode 行路的那個mode 反而做什麼呢 要不就是模式 它就會告訴你,轉右轉左 你不要走開車的路線 它就會教你多很大的圈 行路的模式,它就會帶你怎樣去 這個就是導航系統 導航系統我們通常來說都是信任它的 但是試過有不對的 譬如我和太太開車都試過 有時候它會教你走一些遠路 或者不是正確的路 它始終去得到 不過可能遠一點的路 這個世上仍然沒有一個錯誤的導航系統 如果是正確的 我要去東,它會去西 我要回家,它會和你去別的地方 我們今天講到 就有兩個導航系統 大家都熟悉一下 手機有導航系統 真的是很方便的 好了 原來人的心裡面 都有導航系統 帶領它怎樣走 你的生命怎樣 你的導航系統是怎樣的 如果生命不好 自然導航就不好的 有很多人就不醒覺 就是不知覺 我原來被這個導航系統帶順 以至我這麼多問題出現 就是我們分辨到我們的導航系統 我們就會更加容易的 首先我們明白一件事就是 人系裡面很有罪 罪是會 罪是一個導航系統來的 不過這個是壞的導航系統 是一個不好的系統 其實人人都有罪的影響 不過有嚴重有輕的 就是有些人嚴重的說 他真的被罪控制 但就算輕的罪一樣是影響我們的 所以我們 有些人說 我都不是很多罪 其實有時候可能有危機會 覺得自己不是很多罪 其實可能那些罪有時候 不知不覺地影響我們的 我們一起讀 人尼米書十七章九節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壞都極樹誰能識透呢 然後以弗所書二章一節 你們死在過犯罪惡之中 他叫你們沒過來 那時你們在其中行事為人 隨從今世的風俗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就是現今在負疫之子 心中混行的邪靈 在這裏說到人的罪性 這是第一句 有些人說 很難認同 他被萬物都詭詐 壞到極處 你說我不是壞 我不是很壞 我不會壞到極處 因為其實 如果大家想一想 普通情況我們不會很壞 你不會隨便走過 又偷人東西 未必會的 但是當有些利益衝突的時候 人就會用一些手段 人就會用一些方法 當人不喜歡一個人的時候 就會 就算那個人是很壞的 我們沒有那麼壞 就是覺得自己沒有那麼壞 就想嘗試 就是 都做過普通人 不過他的心 都是有一種意念 就是 如果他被神罰就好了 就是見到他 譬如有些事發生 可能呢 面部表情都不能笑的 但是呢 裡面呢 是應該對的了 就是人總是有不同的模式 的犯罪 而我們 每一個人都一樣 包括我在內 都有一些東西 我們不見得光的 我們不能說給這個世界聽 我做過一些事情 如果我們說給這個世界聽 我做過一些事情 是會醜怪到無地自用 會 就是 真是 很多人都會很難相信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就是我們 罪惡黑暗的一面 真是 是很壞的 人的真是類別很壞 然後《尤根治以復所書》二章 就講到這個 罪性情 和邪靈的影響 我們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即是說 我們本來 是不得救的時候 其實是在靈裡死了 死在罪惡過犯的時候 神就叫我們活過來 這個經文 給我們看到 是不是一個死了的人 他自己復活呢 那個主動位在哪個呢 是哪一個主動叫我們得生命呢 這個經文很清楚說到是神的 其實很多人就以為 我決自信耶穌 你發覺我不用這個字眼 為什麼呢 因為聖經講到得救 是講到神叫我們活過來 是講到 我們不是從情慾生的 是從神而生的 即是從聖靈而生的 就是神更生我們 有很多人說 我丁而生我舉手信耶穌 其實你未舉手之前 你有沒有發覺 在報道會的聖人跟你講 關於耶穌的時候 你的心裡面就有一種搞動 心很哆哆的 很想信耶穌 不過心其實有一種阻力 不行不行 不可以信耶穌 不可以信耶穌 不行的 不可以跟耶穌 但後來那種力量越來越大 大到我們頂不住 於是我們就信耶穌了 即是說 其實我們的自我是抵抗祂的 但其實神一直在我們裡面感動 改變了我們以示 有些人就會很 一下子 憑一聲就信耶穌 我自己都會 即是我自己信耶穌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 我發覺真的有一種力量在裡面 推動我的 就是神叫我們活過來 我希望大家明白 其實我們得救和我們成長 都是神的工作 人有沒有做事 有 神感動你之後你回應神 但不是我們改變了自己 然後回應神 是神改變了我們 所以 其實人是被神改變了 接著說 我相信耶穌 我願意信耶穌 其實是他改變了 那時候已經重生了 神將他重生了 好了 講到那時候 即是未信耶穌的時候 是怎樣呢 行善為人 是隨從今世的風俗 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風俗 是不好的 信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 這個空中掌權者是誰呢 就是在活躍之子 心中運行的邪靈 即是說 未信耶穌的人 是有邪靈運行的 那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有罪聖情 我們有邪靈 所以影響人 會做很多不好的決定 所以這個GPS 是壞了的 並且是引到死亡的路 好了 那首先我們講一講 什麼是罪 那我分開三個類別 第二 我們一起讀一讀上面先 好嗎 不與神連結 和不親近神是罪 第二 不活出神的聖情是罪 第三 不遵從神是罪 因為很多人想到罪 就是不遵從神的 其實不止 沒有跟神連結 或者沒有親近神 即是說 不是屬於耶穌的 沒有信靠耶穌的 沒有得著耶穌的救恩 沒有耶穌的生命 這個人就是有罪 因為這個世界上就是充滿罪 我們人就是充滿罪 其實 因為很多人可能都需要時間 去真是全然接受 我們是生在罪中 我們整個人裏面是很容易出罪 那你說 那我現在的意要請一個改變 但這個改變是因為神連結 所以有這個新的生命 但我們裏面 就算跟神多連結 多勝利充滿 裏面都有時彈一些 那有時候有些生氣人 即是有些未必用咒作的說話 但是我心真是 有些咒他的意思 即有時會生氣 那就有些傅比的想法 即是周時都會出這些 但神的同坐 是將我們改變 但我們依然有這種罪性 所以我們需要在神面前悔改 知道我們沒有跟神連結是罪 第二樣呢 就是沒有活出神的聖情 有些人說 我沒有偷野 我沒有殺人 沒有放火 沒有活出神的聖情 天上的圣徒是充滿喜樂、充滿愛的 不是這樣就是罪 大家聽清楚 不是好像天上的圣徒就是罪 那誰可以呢?所以每個人都不行 意思是我們每個人是應該彰顯出 創造我們的神的生命和喜樂平安 當我們不是這樣的時候 有煩惱、發怒、埋怨、擔心 所有負面的感覺、思想都是犯罪的 第一就是不和神連結 愛世界、拜假神、埋怨神、不祈禱 又不遵從神、罵人、欺騙、自私、擔心 我只是舉一些例子 普通人想罪就是想這些 但是我想告訴大家 沒有神的聖情都是罪 而且沒有和神連結、沒有親近神 即是我們和心沒有和神相連呼、小祈禱都是罪 我們裡面有兩個導行系統 一個就是聖聖情 我們會猛診、怒嘈、發怒、憂傷、煩惱 另一個導行系統就是神自己 和神給我們一個新的聖情 神自己在我們心中 和神給我們一個新的聖情 我們自己裡面會有動力去親近神 那為什麼有一個寶寶、一個士兵 原因就是這樣的 我們信耶穌的時候 是否立即變成一個士兵呢 不是的 信耶穌的時候開期就像一個寶寶一樣 很脆弱的 被人罵兩句 又說我不信耶穌了 被人排釋又不信耶穌了 又有什麼事發生 很激氣、很怒嘈 就是很容易是很脆弱 就是會說 我不要耶穌了 都不行的 信耶穌都不行的 很多這些很負面的事情 那為什麼後來會剛強呢 不是每個人都會變剛強的 有些不變的 為什麼會變剛強呢 就是他真的在神的話語摘根 和神有親密關係 一路被神改變、教導 又肯順服 這樣他就一步步提升了 如果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有些人一輩子都是兒子的 幾十歲信耶穌幾十年了 他可能回教會很多年 現在最糟糕的事情就是這樣 他覺得自己回了很多年 他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好 所以他不知自己的罪 反而問題是更加大的 好了 信主之後兩條路 一條路就是初生嬰孩 這個就是講到熟靈生命 起初就是這樣的 接著他成長就會變成一個基督精兵 但是如果不成長 有些人回教堂不一定代表他成長 他回教堂可能沒有祈禱 沒有看聖經 只是靠回來聽一聽 聽的時候也有時是黑眼睡 有些保心裝載 或者選哪些來接受哪些不接受 這樣的時候 他就好像這些 這些肌餓的小朋友 你看他的手 哇 瘦到真是離奇的 當這個熟靈生命那麼弱 後果是什麼呢 聚聖情就強了 即他這個新聖情 新舊聖情這樣 新聖情強 舊聖情就會可以掌控 就可以管理 新聖情弱 這個聚聖情就出來了 其實我相信大家都見過這些嬌徒 他會發脾氣 有些負面的事情 甚至有些教會開會都會吵架 我以前都曾經聽過很多這些 我曾經以前的牧師 主任牧師跟我說 他說我什麼做什麼 我們教堂都有人走 因為那時候我在教堂開始中文工作 有人走了 我說真的不好意思 他說不要緊的 我們經常都有人走 我們在後面 建了一個地方 給那些人帶嬰兒 有一個地方有玻璃 可以看到前面 都有人走 他們有扶手上去 上幾級的樓梯 上去 令聖餐那個台 因為有些老人家 走上去都會有困難 做了扶手 他說都有人走 什麼都有人走 有些人真的很脆 很幼 又不是亂 應該是幼稚 很軟弱 人真的會這樣 為什麼 他給一個導航系統帶領 如果他給深聖田帶領 他就會越強 他給舊聖田帶領 他就會越來越多問題 所以我們要知覺 我們裡面的確 是有兩個導航系統 向著兩個方向去的 好 我們就看一看這些經文 第一個經文 看得到 就是這個 聚聖情 這個導航系統 是會操控人的 它不是 好像和和平平 它是操控你的 羅漫書七章十八章一起讀 我又知道在我裡頭 就是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因為 立志行時為善 不得我 只是行出來又不得我 故此 我所願意的善 我犯不做 我所不願的惡 我倒去做 若我去做 所不願意做的 就不是我做的 乃是住在我裡頭的罪做的 這個是保羅說他自己 保羅說他自己 他說 我知道我肉體之中沒有良善 這個意思是說到他的 這個聚聖情那方面 那個聚聖情是沒有良善的 保羅的確是一個很委身的 基徒宣教士 是很委身 很愛處 很處理生命的 但是他發覺他的聚聖情 都是沒有良善 他的聚聖情都是會犯罪的 他說立志為善 我只是行出來又不得我 就是行出來 不由得我 我所願意的善 反不做 他都試過經歷過 他想做的那些跟從神 他做不到 他不願意做的我 他倒去做 那是否保羅 就失敗了 後面說到他得聖的 不過他都說 原來他都承認 他都是有這個掙扎 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這個聚聖情是會控制的 他會控制我們 當我們想聽神話 他會叫我們不要聽 當我們有 裡面有罪的意念的時候 他又叫我們去做 這個聚聖情是會引導人去犯罪 是會引導人在怨入裡面 所以我們知道 聚聖情是 是一個壞了的GPS 我一起說 聚聖情是一個壞了的G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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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你的GPS 你說我想去大會堂 他就帶了你山頂 那就是壞了 雙方方向都不同方向的 這樣的時候 這個GPS真的不要要了 你會要這個GPS嗎 如果你說我明明想去大會堂 帶你去山頂 這樣的時候 這個GPS是錯了的 而我們裡面是一個錯誤的GPS 他真的會帶錯路的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我們一起說 聚聖情真的會帶錯路的 聚聖情真的會帶錯路 他會操控我們 嘗試帶我們走錯路 嘗試帶我們走錯路 好了 下面保羅繼續讀 一齊讀一下七章有一節 羅馬書 我覺得有個律 就算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有惡與我同在 因為按藏我裏面的意思 我是喜歡神的律 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 更自然把我腦去 叫我服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這個律字我想講講 就是在聖經裏面有不同的意思 一個就是律法 就是神的律法 舊藥的新藥的界明都是屬於律法 這個就不是律法 這裏的意思是有個律 這個是規律 有個原則 就是有一件事經常都是這樣的 我願意為善的時候 便會遇惡與我同在 有些人說不是 我問大家 你有沒有試過幫人 跟著你的心 他這麼難幫 這麼難搞 很煩 他經常都不變 真的沒有耐性 我心想大家有沒有試過這些 祈禱的時候會問 神你聽不懂我祈禱 到底這件事會不會解決 神在聽著祈禱 那些意念是會彈出來的 就算你在想做好的時候 彈出來 這樣是不是 我們就失控了 不是 而是我們可以去處理的 就是說 他是有這個現象 但是 是可以處理 不是說 即是我們知覺 原來我們想做好 不代表一定是好 你有沒有見過 事奉人員會競爭的 會有 那我問你 你有沒有試過做一個事工 你在做緊的 跟著下一個人做 跟著他做得好過你 你的心會說 哎呀真是好 他做得好過我 因為你的心會說 哎呀 其實他不是好過我的 那些人以為他好過我 其實我好過他 那些人是看不到我好 會不會有這種意念 我們人 見到人好過我們自己 是不是很歡喜 因為有些酸憋憋的感覺 在裡面 好 不舒服的 這個就是 我們想做好的時候 裡面就有惡意 我們同在 我們知覺呢 就有改變 不知覺呢 就沒有改變 那有些人呢 他就 整天堅持 我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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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了 神要我吩咐的 我已經是好 這樣的時候呢 就有危險 因為事實上 我們人人都會隨時可以犯罪 因為他是真的 整天導航錯的 他經常叫我們走錯路 如果你想想 你 你的手機 你又不知開了是 好的GPS 還是壞的GPS 一開了 就不知又到了哪裡 你會不會覺得 很難搞 為什麼 隨時一天導航走錯呢 好了 那他說呢 按照我裡面的意思 是喜歡神的律 這個裡面的意思 這又講到他 新聖情 我是喜歡神的律法 這個律呢 就是律法 這就是一個規律 這個是律法 那就是 我覺得呢 知體中 另一個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戰 就是有一個 這個就不是律法 就是有一個 這樣的規律 和我心中 想跟從神的規律 打仗 將我老去 所以這裏講到 即使我們講到 舊聖情會粗紅 但這裏所講呢 就是他會老虐人 他會抓了你去的 叫我扶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那這件事呢 怎樣抓了他呢 我相信大家 很多人 認識會有這樣的人 他有情緒問題 然後他整天都不開心 天天都不開心 你見真的問他 怎樣 很不開心 我相信大家都會認識他 他真是被這些 罪惡勢力露了 有些人是生氣人的 你怎樣勸他 要輸人啦 放手啦 你自己都受苦 他總是不肯爭 他被他老去了 或者被邪靈老去了 被情慾 被經常看電視 負面的思想 真的縮了他的 他簡直就是俘虜 我問問大家 你有否做了俘虜呢 有時我們都不知覺做了俘虜 第一 他會操控 你被他操控 他就會俘虜了你 這個圖畫也是 被士兵捉了他 好了 耶穌是最好的導行系統 因為他真的會救我們 羅馬書7章24節 保羅說 我真是苦啊 一起讀 誰能救我脫離者 取死身體呢 感謝神 靠上我們的主 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這樣看來 我以內心順服神的律 我肉體確順服 順的律了 這個講到呢 保羅都說我真是苦 我們看到這幾節經文 看到保羅的一個質素 他很誠實 很坦白 他講出他的掙扎 如果不是他講 我們今天就說 哎呀 糟了 我這麼多罪性情 哎呀 我真的 真的 哎呀 跟神真的 不能夠對齊 真的做得好不好 我們就會有很多內疚 但我們發覺原來保羅都承認 那我們知罪 我們就悔改 就不是繼續內疚 但我們知道 其實人人都有罪性 那他都說 我真是苦啊 因為為什麼呢 我們如果去到天堂 真的不苦 為什麼去到天堂呢 你真是自然就開心 自然就平安 自然就充滿愛 所以去到天堂 自然的樣子都好 因為信耶穌過 我馬上移民去天堂 就真的好 不過就是因為 所以耶穌依然活在這個罪惡的世界 而我們本身的罪惡是很辛苦的 所以他說 誰能夠我脫離這個取死的身體 是令到我死亡的 這個罪是令我死亡的 感謝神 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脫離了 真是可以得勝的 靠著耶穌真是得勝有緣的 他宣告這件事 他也真的可以的 一會我會說 怎樣可以得勝 我以前 我信耶穌很多年 我都覺得很難勝過所有的罪 包括情慾 包括有時 被一些人傷害 有時會對他有負面 一些負面的想法 負面的擔心 負面的情緒 真的很難處理 但是我發覺是可以得的 一會我會說的 我們看到這裏 就說 神告訴我 耶穌真的會救我們脫離 這些犯罪的律 好 問題後面的句點解釋 我以內心信服神的律 我肉體確信服罪的律 我問 為什麼 保羅都繼續 有信服神的魔鬼的罪的律 意思是這樣 我的內心就是我 這個身性情 我身性情就是信服神的律 這個律就是 這個可以說是規律 也可以說是律法 兩個都可以的 因為下面那個罪的律 就不是罪的律法 是罪的規律 我的內心 這裏說的 新性情就會信服神的律法 而我們的肉體 其實這個肉體的意思 就是講到罪性情 我的罪性情是信服罪的律 我的職責就是 要將這個罪性情經常釘死 不讓它發作 不讓它運行 即是我們幾時都是 很簡單一個例子 如果有人忽然間 將你一種好心愛的打爛 你會立刻 遙恕以後立刻生氣 第一個反應 第一個反應 你回到家 發覺你最喜歡的東西 被人打爛了 的時候 你會第一個反應 就是 我遙恕它 要說 立刻 我搞錯 你這樣都可以做 心裏會立刻生氣 這就是罪性情的自然反應 我們知道 我們每一件事 我們的罪性情是會有自然反應的 問題就是 我們怎樣去處理它 怎樣去管理它 另外的經文 就講到這個操控性 首先我們講了三樣的質素 一個就是聚性情的 大家一起讀 操控性 第二就是 努力 它會努力我們 努力我們 第三是 第二就是破壞 對不起 操控和努力 操控和努力 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破壞 第三就是殺害 會殺害 這是另一個經文 講到它會操控的 剛剛看書5章16到17節 一起讀 我說 你當順著聖靈而行 就不放縱欲在情慾尿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憎 聖靈和情慾相憎 即是兩個彼此相敵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造之 這裡講到 保羅就說 我們應該順從聖靈而行 就不會放縱欲體的情慾了 也講到 即是說 聖靈會幫我們 我們可以靠耶穌得性的 當我們順服祂 我們就得性了 就不會放縱欲體的情慾 就得性了 即是說 神是給我們途徑得性的 我們不是一定要輸的 是可以得性的 而講到兩人鬥過 情慾和聖靈相憎 聖靈和情慾相憎 兩個彼此相敵 使你不能做所願意 我們用一幅圖 寫大藍 你有試過這樣寫大藍嗎 這麼多的六個小朋友 同一個小朋友 寫 那個一個小朋友 有沒有機會贏 在這個情況是沒有機會贏 這個情況是沒有機會贏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 魔鬼情慾 是會和聖靈相憎的 相憎的時候 這個人如果是軟弱的 軟弱的時候怎樣呢 因為這個罪性情是強壯的 當這個人是軟弱的時候 他一定被他拉贏 所以我們看到的 軟弱的基督徒 是真的 一百次 可能有九十幾次都輸了 就是因為他不知道 罪性情這麼明顯 這麼強 以致被他贏了 但是當一個人真的很成熟 我知道神這麼好 我拔著耶穌 其實他不一定要等到 他信主很多年才成熟 就算初信主 神是最好的 我聽了神的話 跟從神的路是最好的 這樣的時候 他就有力量 即不是一定要信主很多年 總之他 拔著耶穌 耶穌啊 我走你的路 我知道有個錯的GPS 我不跟這個錯的GPS 我跟耶穌的路 我跟耶穌得力 自然呢 他就會得勝 這件事我希望大家 深信 是不難的 但是呢 有一件事就是 他是會操控的 他會令到人 如果他不能夠面對的時候 他會令到人 不能夠做他所願意做的 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所以這個操控性 我們明白的時候 就不要讓他發大 不要讓罪性情發大 因為發大了 尤其呢 有時候有些情況 為何會發大呢 有些人已經定了 這個人是壞的 所以我永遠都會生氣 即是缺了一個決意 當他有這個決意的時候 可以說是 真是很難回頭 因為他已經決意這個人 所以我生氣他 他分辨這個人不好 但他是有罪 我不需要給他影響 這樣又不一樣 這樣又不需要給他影響 但當他決意 這個人我一定要不理他 我一定不能善待他 我善待他 他就被他欺負 他一有這個錯誤的決定 他以後就受影響 所以這個 明白這個操控性 這張照片可能已經有點不安 不過不是很不安的 不過我只是告訴你 有些人聽的 嘩 是喔 冰毒 大家聽新聞聽過冰毒 大家不知道 冰毒是非常之恐怖的 冰毒是破壞整個人的神經 破壞整個人 並且他說是很難很難解 現在他說最難解 他說女性 他說差不多一開始 第一次用是解不到的 他說女性的控制比較強些 他這個統計數字 不過你看看 哇這個人三年而已 三年之後變成這樣 這個就沒有講到多久 他是把整個人破壞 這個經文就講到會破壞的 收敗壞的 我們不看這個圖 就是同樣的經文 加勒提書六章八字 是不是有點不安 是啊 是啊 我想說是這樣的 醉就是這樣的 有些人說 那醉又沒有令到我的眼睛掉了 最糟的 他不是很看得到的 在裡面的 在裡面爛了 外面看不到 但是在裡面 你跟他相處 哇這個人又情緒化 又不開心 又猛争 又怒躁 又沒有盼望 又做不到工 又沒有朋友 真是一路破壞 魔鬼是真是能夠把整個人拆毀了 由他的內心 他的思想 他的情緒 和人交往 做工的能力 健康 什麼都拆毀了 以至有些人就跳樓死 好 好了 帶來敗毀 我一起讀一下 今天看書六章八節 一起讀一下 順著情慾殺種的 必從情慾收敗毀 順著聖靈殺種的 必從聖靈收永生 那麼 這裡講到就是說 情慾殺種就是一定收敗毀 一定破壞 但是順著聖靈殺種就會從聖靈收永生 所以神是可以給永生 還有他會帶來 他會給力量我們的 到底什麼地方敗毀呢 就是在這地方 情緒 人會情緒 負面思想 負面情緒 人際問題會發生問題 得不到神的喜悅 家庭會產生問題 前途會發生問題 就在任何一處 其實這裡這麼多東西 事實一樣壞了都不行 你不是說要讓我壞了 因為情緒問題壞了 第二其他跟著壞了 其他跟著壞了 人際問題不行 遲早又是做不到工的 以及各方面都不行 得不到神的喜悅 都是各樣的問題 家庭問題也是 家庭問題也是 即使人很成功 家庭有問題的時候 又會破壞下去 前途有問題 人就會很擔心 很憂慮 接著講的是致命 先講到它操控破壞 一個是操控 第二個是敗壞 第三是致命 馬國師一章十四節一起讀 但各人被試探 乃是被自己的屍肉牽引誘惑的 屍肉記壞了胎 就生出罪來 罪記長成就生出死來 這裏有幾幅 這些飯盞頭的蛋 他就在那裏出來 飯盞頭一出來 咬你都可以很傷的 毒素都可以入我們裏面 他就生出死來 即是可以生出死亡 這裏講到我們犯罪被試探 是被自己的屍肉牽引 這是控制性 我們的罪性情牽引我們 控制我們 拔我們 然後屍肉就會懷胎 會像生兒子一樣 生兒子大 他生出罪 那個罪長大了 就生出死 即是他一步一步 將整個人破壞 他會首先拔我們 而最糟的就是我們 不知道他在拔我們 譬如你說那個人這麼壞 我當然會生他 或者不喜歡他 我不會祝福他 已經裏面有一種負面的想法 已經是一種破壞性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知道罪的破壞性 就留意了 我們被試探 被屍肉 拉著走 很多人是被拉著走 被拉著走 然後他就 一直在裏面懷胎 譬如見到媽媽懷胎 如果照超音波 嘩 寶寶很健康 大家都為他開心 不過 我相信大家都聽過 有些這樣的例子 有些人懷胎裡 寶寶很有嚴重的問題 譬如有寶寶 我認識有一個媽媽 即是他以前來我的教堂 他做甚麼呢 醫生告訴他 不要吸毒 但他吸毒 結果寶寶在肚子裡 醫生說 如果他一天沒有四次踢 你一定要找我 即是他健康的寶寶 起碼四次要踢 他有時是沒有踢 所以寶寶已經是 很有問題 他來到我們那裏 和他祈禱 那個姊妹和他按個肚 那就是神 那個寶寶很開心 他說那個寶寶不停踢 雖然是神的祝福 但其實他吸毒 不代表他繼續吸毒 到底有甚麼後果 我不知道 其實那個女人 後來他都沒有繼續找我們 我們為他肚子幾次 但他後來沒有繼續找我們 但如果他繼續在聚中 整個生命就好像 懷了一個不好的胎 是很大的問題 而有很多人就懷了這些憤怒 煩惱 不開心 在裏面 所以我們知道的時候 我們真的要清垃圾 需要清垃圾 如果你有個這樣的人 他這樣的行為 他說我駕車車去哪裏 你會不會駕車 例如他 你坐下車 你坐下車 這樣 那時候你說 不用了 多謝 不用了 因為你坐下車 你都不知道他駕車怎麼駕法 即是說一個人失控的時候 我們不會找他駕車 同樣我們的罪性情 真是失控的 但很多人就被他駕車 我們的命就在他身上 所以我們就知道 而耶穌掌台最穩妥 喜樂 輕鬆有前景 一定很大祝福 有漢福音十章九至十字一起讀 我就是門 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 並且出入得草吃 道策來無非要偷善殺害毀壞 我來了是要叫藥得生命 並且得得更豐盛 你也說到 他說耶穌 這裡說到 這個是一個寓意 耶穌不是一道門 這個寓意就是說 我好似一道門 在我進去的 就會得救 並且有草吃 你說我不吃草的 因為耶穌是用羊來做比喻 羊就要找草吃 人當然不是吃草 人就吃我們的食物 那就是羊有草吃 就是人都有食物 就是神就會供應 所以這句說話是說到 羊有草吃 就是人有供應 神會供應我們 我們會得救 並且供應 所以在神裡面 我們走神的路 神會供應我們 然後賊來做什麼呢 偷東西 殺人 還有毀賣 這些就是窩鬼做的 那耶穌來做什麼呢 就是叫我們得生命命 以得的更豐盛 我們其實大家都相信 這個世界是否創造得很好 是好好的 神是好好的 神是全能的 是的 有沒有人可以走雞 可不可以走掉神的眼目 是不可以的 但很多人經常都想著走雞 我將來慢慢才聽神話 我現在不聽了 很多人都會這樣 我不祈禱了 總是以為自己比神厲害 我有一個方法 我的方法一定好 好一點的 我不能夠跟神的路 其實我們跟自己的路 根本是完全沒有把握 而且一不跟神的路 結果可以是敗壞 好像先說冰毒一樣 是可以很大的敗壞 所以我們知道 神竟然是最有能力 最愛我們 又掌管一切 什麼都負責的 包括我們的讀書 做工 做工的能力 我們的戀愛 我們的戀愛 婚姻 前途健康 什麼都在神的手中 沒有人可以走得雞 因為一切都是神的計劃 所以走神的路是最聰明的 你想做聰明人 做智慧人 就走神的路 很簡單 其實這樣就很簡單 你每天信靠親近 有些人說 那是否正是祈禱呢 當然不是 聖經道說你負一切的責任 我們要作工 我們要讀書 但是在一切的事都依靠神 即是我們說耶穌什麼都不做 不是 而是我們盡一切的責任 跟著耶穌的路 那你的生命是擔保會好的 那有些人說 我已經這條路很差 那怎麼辦呢 神會一步會提升你 但已經很差 不會一天 一聲你就第一 全部什麼都好 需要醫治 其實我們很多人需要醫治 我們的內心世界不平安 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被人傷害 這些可能都在影響我們 但是呢 當我們得到醫治 那個人就鬆了 就可以走神的路越走越好 整個人的生命就會提升了 所以有動力 有動力去處理生命和跟從神 有三方面的動力一起讀 信神的愛為自己是寶貴 第二 神是掌權的無人能逃脫 第三 犯罪必破壞 跟神必無福 那就是什麼呢 第一就是信神是充滿愛 很疼愛我們的 有些人內宗又問我 到底神是否真的愛我的 我犯那麼多罪 他是不是愛我 我就說神愛你 是一個定律 一定愛你 因為聖經說了 他一定愛你 不過你 因為你跟神的關係有問題 所以你得不到神的愛 但當你回應神 你說神呀我需要你 我悔改 我跟你 神的祝福就來 所以相信 我們每一個都跟隔離宣告 神又愛我 又愛你 一定永遠愛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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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他說 一定愛你和我 一定愛你和愛我的 這個是定律來的 神一定愛 而且我的生命很寶貴 我們每一個都寶貴的 第二就是 神是掌權 沒有人能夠走雞的 不要以為可以走雞 不要以為自己比神聰明 是走不到的 有些人說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你對神是搞不定的 第三 犯罪一定有破為性 而跟從神一定無福 其實這樣的選擇是什麼 合理的選擇是什麼 跟上神的路 完全被神掌管 有些人說 神為我預備的男朋友 女朋友 可能是最好的 神給你一定是最好的 你聽神的話 那你說 神那個可能慢一點 我這個可能快一點 其實我想 告訴大家 如果你和一些 結了婚的人聊天 他就會告訴你 你慢慢 你不用急 你有很多時間去看 你一結了婚 就沒得回頭了 結了婚就告訴你 你一結了婚 就沒得回頭 一結錯的時候 是以後受苦 但在戀愛的人 就很想快快手 快快快快 快點找到個男朋友 快點快點進入熱戀 快快去結婚 哇 搞定了 但一搞定 發覺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你以後 真的很苦 你想出都不能出 所以有些人說 未結婚的人 就想快點跳入 入了的人 有些人就很想快點跳出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真的 在最終是一定受苦 我們一定受苦 是沒有走雞的 但你跟從神一定無封 也都不會走雞 所以是最好的 如果你聽到 譬如你假設你家裡有車 我聽到車 踏車 你有個兒子小小 走去踏車 那你會怎樣 你會說 遊得他 小朋友 發展一下他的自由意志 會不會這樣 不會 小朋友開車 快點去阻止他 我想說 我們的罪性情 一踏車 你立即要阻止他 但有很多人就不知道 沒有留意 何時知道罪性情發作 就是這樣 有煩惱有生氣 想罵人 控訴自己 追求世俗 放棄神 這些負面的事情出現的時候 你就發覺裡面有一種聲音 搞動你去做 搞動你去生氣 搞動你想罵人 搞動你令我們控訴自己 搞動我們追求看電視 或者買東西 或者放棄神 會搞動我們 並且他會給藉口 他這麼壞 當然要生氣 人人都買那些 所以你一定要買 你父母要教你怎樣做 你當然不聽的話 即是他會給藉口 但我們不是跟這些藉口 要分辨這些藉口 分辨是藉口 有些人分辨不到 什麼是藉口 你分辨不到 你找我 找我們去幫你 哪些藉口 這個是不是藉口 有些人說 我隨便問一個男朋友 是不是藉口 但是當我們選擇 我們的事業 院外 婚姻 前途 這些是需要真的 討告 尋求神的大力 是很重要的 而這個 為什麼會有這種聲優 就是導行系統在搞你 這個錯誤的導行系統在搞你 我們知道 好了 我們知道裡面有兩個導行系統 我們就分辨了 誰在發作 神就給我這個得性無告 很簡單 發覺你做的時候 真的做得到 第一就是 留意犯罪的意念和習慣 就是留意到 第一就是留意到 第二 他一定有破壞性 就是知道他一定有破壞性 那些凡是罪的意念 用聖經處理罪 就是說聖經叫我們怎麼做 我應該怎麼做 沒有力量 就是親近神的得力 然後選擇信復 那這個呢 很簡單的 這個其實是神的方式 我就將它抄了 神的copyright 不過神又不介意我們用的 我就將它抄了 因為我發覺 我自己以前犯罪是怎樣 神又提醒我 現在有罪了 這個東西是不對 是錯的 是不好的 這個破壞性 聖經教我們怎麼做 其實我自己都說 我很多次沒有聽過神的話 但是當我悔趕 我真是神 我要聽完你的話 我又親近神得力 我真的可以阻止他 我一有這個意見 立即阻止 這個就是鑰匙 當這個罪的註念 要生氣人的時候 立即在心中出現的時候 我立即不要生氣他 我立即說 我連率他 其實他很慘 其實他受了傷害 其實他是困難 我就連率他 嚴恕他 祝福他 這個就是個鑰匙 如果 在某些情況 大家知道罪的破壞性 和聖經怎麼做 你就可以跳一四五的 德聖三武功 留意到 接著就親近神 立即選擇信服 當你看到 跟從神最好 立即選擇信服 OK 我們一起讀黃色字 第一 留意 破壞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選擇信服 希望大家記得 好了 現在我們講一下情況 在這個情況 在這個情況 有人罵你 或者你夫妻關係不好 或者某些人對你不好 有什麼導行系統會自動運作 當有人這樣罵你的時候 我們自動會怎樣做呢 自動會生氣 那這個生氣是出自哪裏 自動會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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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怎樣處理呢 我留意到生氣 接著是甚麼 他破壞我的 我生氣他 你說他這麼壞 有藉口 會打仗 他這麼壞 你當然會生氣他 他踢你 他罵你 你做什麼 他都不欣賞你 那當然要說他 甚至我們都會找人去說 他這麼壞 這麼壞 真的很生氣 那如果那個人 贊成我們的時候 我們就會覺得很適合 他說 這麼壞 當然要生氣 那時候 即是更加加強了這個罪性性 好了 那我們怎樣處理呢 留意到 接著是怎樣 有破壞性 我生氣他 雖然他不好 但我生氣他 我受傷害 接著是怎樣 聖經就說 我去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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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沒有力 耶穌啊你幫我 你去掙扎 我希望你去祝福他 神啊給我力量 給我力量 就不是說 我怎樣去害他 我怎樣去報復 而是神啊你給我力量 接著呢 我們就 選擇 好了 我對他笑 我對他搖 可能他錯了99.9% 我一點點 可能反應慢了少少 對不起 我再反應慢了少少 對不起 就是認錯 或者我令你不舒服 請你原諒我 這件事是得性的 好了 對不起 第1個 第1個 貪錢 哇 有很多錢 你可以得到很多錢 而那個途徑是未必好 譬如說 有份工 那份工是要你做一些不好的事 但有很多錢 的時候 即是我們馬上的反應會怎樣 或者有些人用不正幹的方法 有些不正幹的錢給你 或者總之你有方法得到一些錢 這樣的時候 我們很自然就會想 哇 很多錢 哇 很好的 即是我心裡馬上會想 就知道這個動行 在影響我們 我們就知道 跟從這件事 就可以帶來敗壞 下一件事 每個都買新手機 有些人可能 有兩種情況 一種情況 就有錢可以買的 那你就 一見到新的 有些人一見到新就去買 有時候不是手機 有時候總之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試過買東西後悔的 很匆忙去買買了 然後發覺 咦?我怎麼買呢? 其實我 到底這個東西是否需要的呢? 那這也是一種衝動 買東西的衝動 那這個衝動 也是一個罪性性發作的 因為這件事是會影響到我們 經常都是追求享受 追求得到某些東西 那時候 我們都是用這個 德性無複 就是說 我留意到這個問題 我不是一定要買 不一定要買的時候 我就 我就不去買了 即是我去管理自己 有人跟你說 這個人很壞 這個人真的 你一聽 心裡有個聲音 是呀 我都知道是壞 原來有另一個人贊成 真是好 你跟我一樣的看法 真是 對的 真是 那這是什麼情況? 又是罪性性發作 通常來說 當人一講人的不好 真是個個都 舉個贊成 很容易會舉個贊成 很容易立即發動 聚性性 這個錯誤的GPS 立即發動 是很容易的 譬如學生 那些學生 那些學生 那些學生很壞 那些學生 立即過了就很開心 就算他不是很壞 總之 有人一講他壞 好像開心一點 或者 兄弟姐妹 媽媽 他很偏心 他做什麼不好 很容易就會 另一個又會 贊成 就算那個人不是真的這麼差 都會覺得 話衰 譬如現在 香港社會都是這樣 總是要話衰 某一些人 話衰 好像 好一點 其實我們知道 其實這些說話 是負面的 是不會建設人的 或者耶穌感動我們拒絕 這些是我們裡面 耶穌感動我們走神的路 親近神 遵從神 祈禱 事奉神 我們拒絕 馬太二十四章十二之間一起讀 子恩不法的事爭光 許多人的愛心才漸漸冷淡 就是 都沒有心機 祈禱 好祈禱 祈禱去 看聖經好悶 看電視好些 就是 很多人就會這樣 也都回到聚會 很多時候不穩定 這個就是 裡面 愛心 即是冷淡 跟神的關係難淡 這樣的時候 這個也是聚聖情在發作 這個就是 哇 見到一個 情投意合的人 哇 立刻就什麼都忘記了 我們都 這個東西 是 除了單身的 結了婚都會 結了婚的人 看到這個人這麼好 如果我太太 我丈夫是這樣 就好了 也會有這種意念 哇 他什麼條件這麼好 如果我一早跟他結婚就好了 這個就好了 這種意念出現 都是一個 罪的意念 其實 可以說 人人都曾經有過這種意念 就是 如果他是我女朋友 男朋友 是我丈夫太太就好了 這些意念 我們知道都是出於神的 另外就是 造成教會破裂 無論什麼原因 教會總會有些問題 我們見到的時候 應該怎樣 是否把它裂開 他比較好一點呢 因為我們找解決方法 就是什麼教會 都總有問題 但任何教會 都不是將他分裂 任何教會 都是求神幫助 怎樣找一個處理的方法 另外呢 就是 解聖經 這個當是一個分路 就是 好像一些東西 進去 有些人看聖經 就會將他的見解放進去 他的欲望 我想得到什麼 我曾經聽過人說 他講話 我不知道是傳導人說錯 還是他聽錯 他說 凡是姊妹 總之他的信心 都會找到丈夫 他說 你找到丈夫 因為你沒有信心 我不知道是他聽錯 因為那個人 就是有信心 你什麼都行 他就收到 總之我有信心 我一定會有丈夫 但他說 我也沒有 所以我對神開始懷疑 其實這是一個錯誤的教導 或者他收錯了 以至他就開始懷疑神 那這個就是他的欲望 放進去 或者他的見解 或者他神學 神學本身的意思是什麼呢 神學是對於聖經的解釋 或者對於神的解釋 我們一個人都有神學 雖然你沒有讀過神學 你有神學 有些人的神學是怎樣 我講一下 有些人的神學就是 神都不幫人 他幫別的人 他不幫我 這是他的神學 神是喜歡罰人的 罵人的 這是他的神學 他對神的觀念是這樣 那我們的神學 是正確的 不是一個觀念 的而且我有些觀念 譬如說災難前被提 聖經是沒有講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那麼多人傳的 也有些教導在網上 是聖經沒有講到的 所以我們就不是 將一些東西擺入聖經 是聖經演化 我們跟從 從聖經去尋找 我們的信仰的基礎 這個都是一個 另一個 負面的聲音 而實際上 我看到網上 很多的訊息 是錯誤的神學 是很多 或者有些 我又未必說錯誤 但是呢 是聖經沒有講到 他做 他做的可能 他是有益處 不過 不應該是主流 因為聖經說 就是大戒命 大事命 是主流 聖經告訴我們 愛神、愛人 全陽福音 建立人的靈命 這是聖經叫我們 做的主要的東西 但有很多人 就會去了一些 其他的地方 這是聖經沒有講的主流 求主幫助我們 真的走在神的路上 這樣的時候 就不是被這些 聚烏 另外這個 蘋果 你會不會吃這個蘋果 我看見都不敢了 有些人的心 是已經很多很多的 污衛 很多黑暗在裡面 搞了很多很多問題 求主幫助我們 分辨到不愛主的人 愛主的人 不愛主的人 情緒困難 前路困難 靈力困難 經常都很辛苦 有些基督徒告訴我們 信耶穌很辛苦 但有些基督徒不是很喜樂平安 親近時很喜樂平安 每天都喜樂平安 每天都無福 又從陳得力 對於神的解釋 有兩類 有些人說 神都不幫我 很難信耶穌 因為他不親近神 他就很難 他親近神那些 就很容易 我希望大家看得到 因為在聚聖巡中活著 或是在神的裡面活著 而耶穌是怎樣呢 我們一起讀 其實耶穌有很多好東西 主知前路 掌握前路 關愛我門 賜喜樂力量 賜最好的 利罪的捆綁 生命未提升 有很多好的耶穌做的 他知道這條路 他又會掌管那條路 他又關愛我們 又給喜樂 又給力量 又將最好給我們 又看到我們脫離聚的捆綁 又生命被提升 是否一樣都好 其實耶穌是 什麼都好的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 完全跟從耶穌 跟從耶穌的GPS是最好的 跟從聚的GPS一定不好的 並且可以進入高層次的生命 在這一陣子我想大家一起去反思一下 在你的生命中 你的GPS是什麼呢 是煩躁 激氣 勞躁 人的不好 環境的困難 或是神真好 感謝天父 感謝耶穌 耶穌真的好 在這一陣子我想大家反思一下 我給大家一些安靜的時間 反思一下自己的生命 到底是給什麼掌管呢 我們有沒有處理呢 我們有沒有處理呢 我們有一個醒察的心 有一個明亮的眼睛 有明亮的眼睛 看到我們的狀況 有誠實的心去承認 有謙卑的心願意韓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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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一陣子 如果你的生命 你覺得有些地方 是給聚聖情掌託 給聚聖情帶領著的 以致呢 你的生命裡面覺得困難 不開心、煩惱、覺得很難走出來呢? 在這個情況下,一會兒我邀請你,你站起來講神,你幫我,救我脫離這個情況 耶穌求你救我,這都是勇氣,勇敢神,我需要你幫我 耶穌,我需要你救我,我需要你幫我,脫離這些最適合的瘋狂 脫離最聖誠的瘋狂,以至我生命被提昔 我有什麼瘋狂,靠耶穌照亮我的手,讓我看得到 讓我們能夠誠實地去面對,能夠勇敢地面對,謙卑地面對 我不是說你全部有這些問題,才是你站起來 如果你覺得我有些地方,我需要在神面前省策,我需要潔淨 我需要神做回我的GPS,帶領我走神的路 那時候,你都可以跟神講,你都可以跟神講 神說,我需要你介意我,我需要你醫治我 我需要你表證我的路 因為我聽了我裡面的罪的聲音 因為我跟了罪的路 求耶穌信我,求耶穌潔淨我,求耶穌釋我 求耶穌釋放我,讓我得以自由 求耶穌釋放我們的心靈,讓我得以自由 多謝耶穌,減謝耶穌 各位真心悔悔認罪,神一定是謝忍的人 我請大家跟著我一齊開聲道過 親愛天父,我承認我們很多時跟從罪聖程 給罪聖程帶領,以致行錯路,發脾氣,埋怨, 猛診,煩惱,埋怨,對人負面,求主赦免我們的罪 神啊,我們有走錯路的地方,以致我們受苦 求主赦免我們的罪,我真心悔改 求主潔淨我的生命,幫助我跟著神的路 跟著神的路是最好的,充滿喜樂平安 充滿愛,有神的照顧,有神的幫助,有神的開路 所有問題,神都必然幫我的,我就可以放心 放手,求主加力量給我們,我們生命可以被更新 神啊,我願意你帶領我每一步,每一次聖靈感動我 我願意信服你,我願意愛你,依靠你,尊崇你,有神真好啊 有神真好啊,多謝耶穌,多謝耶穌 有神真好啊,我一起去呼叫,有神真好啊,有耶穌真好啊 耶穌是最完美的,耶穌是最好的,耶穌是最愛我們的,耶穌充滿能力的,耶穌會修補我們的生命 Hallelujah 感謝耶穌,感謝天父,讚美天父 感謝耶穌,感謝你,感謝你,感謝你 感謝你這麼一分之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